屏東縣長周春敏與日本東京足立區議會議員聯盟會長吉剛茂 雙方互贈紀念品 儀表友好之意 屏東與足立區在2020年疫情期間開始交流 當時縣府團隊伸出援手 募集醫療物資 及時提供足立區等城市以緩解醫療物資不足的困境 那時候有雙方一個防疫物資的往來 跟交流 那在2022年 也就是我們的前任潘莫安縣長的任內 就搭起了友誼的橋樑 那在那個時候我們的足立區的議會 也跟我們的屏東縣議會 也做了很好的一個交流 也有正式的一個MOU的簽訂 那後續我們也希望能夠在教育 學校 觀光 旅遊 農業 也做更多的交流 2022年6月 屏東縣議會台日友好議員聯盟 與日台友好促進足立區議會議員聯盟 簽署合作備忘錄 讓雙方交流更為密切 會長吉剛茂至此時表示 縣府團隊在2023年曾參訪足立區 當時透過介紹感受到屏東縣豐富的自然人文風情 因此今年在3月議會定期會結束後 便率領17名議員到屏東參訪 開啟10支互訪遭留 那事實上剛剛陳隆州縣也有提到 去年9月的時候 屏東縣又到足立區來拜訪 那在那個拜訪之前的前一天 都在東京的飯店裡面 舉行了一個屏東縣的一個出門的推介會 那事實上我們也是通過推介的人 先對屏東的介紹 讓我們了解到屏東的一些好的地方跟公司景點 所以也促成了我們今天來屏東的造訪 縣府特別安排訪問團參訪大同國中棒球隊 勝利新村及平淵1936基地等觀光熱點 雙方期許未來能就觀光文化農業等面向 有更多的實質交流 記者會議中吉剛茂也特別對強政災情表達關切 日本也發起募款活動 緊急支援台灣周春敏對此表達感謝之意 雙方共同祈求台灣救災順利 一切平安無事 記者詩欣婷 劉建榮採訪報導 請求主題 每appelle 最多的一層 停止 最多的一層 健碩